若果我們去吃和式料理 或者去一些高級壽司店吃壽司 他們有兩樣東西 你是一定要吃的 代表那一餐就完成了 第一就是要有一個肉籽蛋 第二就是要有一個麵豉湯 這個麵豉湯我今次會用蝦頭 以及一些豆腐肝去做 豆腐肝吃的時候會有口感 蝦其實你用哪一款蝦都可以 但我有一個提示 我不會浪費蝦的任何部分 剝了蝦殼 我會拿蝦殼和蝦頭去熬湯底 這個味噌豆腐蝦湯 材料有蝦、豆腐和剛才做的木魚糕湯 首先我要去掉蝦殼和蝦頭 豆腐可以選擇滑豆腐 或者我自己喜歡的質感有些煙韌效果 我會選擇這種高野豆腐 可以把高野豆腐倒進去 好像海綿一樣吸收湯汁 我們可以把剛才的蝦頭和蝦膏 在裡面也可以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熬了湯 大概五分鐘 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尺麵糞 加一點高湯 去攪拌均勻 我們不會直接把麵糞 倒進這個湯裡 因為它未必會融得那麼好 我們拿一點湯 在小瓶子裡稍微攪拌均勻 味道會出很多 現在就差不多熬了十分鐘 你看到有少許泡泡在湯上面 我們就最好隔掉它 一會兒湯會清很多 現在就可以把麵糞 加進湯裡 好 湯已經差不多OK了 我們就把蝦頭拿起 一會兒再加進去煮 好 好 再稍微煮多它五分鐘 之後就加蔥花就完成了